这是一只修炼了500年的豌豆舌 他的攻击不再是简单的吐出豌豆 而是变成了 这样 你怪这玩意叫豌豆杀杀 这分比是加特林杀杀好吧 教师看了刀枪傻眼 偷偷给人家吓掉了 那看见自己兄弟偷掉了之后呢 教师这边肯定也是不乐意了 教师就排除了成干跳 这 这他爸是个啥玩意儿 咱们教师可以设计的接地器 但是不要接地服好不好 而且就这两体玩意儿 那有什么用 大家看这里啊 我们的三四柱都来了阴间的成干跳僵尸 又粗又潮的终极豌豆子弹 谁碰贼子啊 他开始分了 他被打死了 就这啊 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 这不小丑一个嘛 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被打死了还能复活呢 这平宫又饿出来的另一个 开国是吧你们教师 真是真问不起了呀 我他妈 好那这也是花生 今天我们来继续玩一下这个 一看名字就知道要吃戏的 这位蓝将是G版 那大家觉得花生今天会吃戏多少次 可以在单步中告诉花生 应该没有人觉得我会吃戏吧 就连咱们G版本作者 他肯定是完全不觉得花生会吃戏 所以才给了我一个 两倍阳光的简单版本吧 对对对 关卡1-6 那在这一关 我就带大家一边简单复习下 基本的特性 一边继续暴虐僵尸 蜗牛僵尸 G版里最卑鄙的存在 不仅能越跑越快 还能越吃越快 非常难解 而他的可惜呢 不是别人 正人面前这颗土豆雷 出土之前 血量是无敌的 根本不会被吃掉 轻轻松松就能干掉蜗牛 而下面的金币银币僵尸呢 则车死后有几率复活 我死了 哎我又站起来了 我又死了 哎我又站起来了 哎气不气 哎哎哎哎 你他妈来小推车上 给他整个活 哎哎哎哎哎 玩的小声冷静一下 现在还不至于让小推车出动 因为乘杆跳降式 才是真正的重量级 就和大家开头看到的一样 这个阴间乘杆跳 一旦翻起来 除非小推车帮他超度 否则就会无限增生 不会停下 真的是非常变态 简直比华晨还变态 而普通的乘杆跳 就没有那么长的能力了 普通的乘杆 普通的乘杆 我们自然也是普普通通打过这关 获得了寒冰射手 加之一百阳光 看似皮皮无奇的他呢 却能在中下的时候 发射一颗可以冻结僵尸30秒的子弹 30秒 有多长呢 我就这么说吧 大家看这个五箱带僵尸被冻住了对吧 我现在就可以离开店呢 陆陆上鼓熊授 上厕所喝个水 呃 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 再去床上躺一会儿 回来一看 嗨嗨嗨 包包你还动着呢 冷不冷呀 那有了这个寒冰射手之后呢 咱们又得僵尸 自然也是更加容易 阴间情感跳也是能轻松化 无非吹灰之力 获得了大嘴话 遇到了 传送门僵尸 呃 你在动我吗 之前那些个金币银币 蜗牛当僵尸 我也就忍了 这传送门也能变僵尸的 呃 呃 到处窜是吧 呃 呃 呃 这还能搓到草皮上面 他那你呢 跟我玩阴的是吧 呃 那那这样吧 我直接一个大嘴巴花住在这 我就一口给他吃了 这你穿 你再穿一个我看看 呃 呃 什么 这什么东西 怎么 怎么放一个小手僵尸 呃 你太卑鄙了 你他妈比我牛僵尸还卑鄙 那即便如此呢 阿晨还是杰杰杰杰打过了白天的关卡 成功获得了小喷果 呃 后面放测了不好意思 那在夜间关卡 我们自然也是遇到我们最喜欢的独暴僵尸 二爷了 呃 我不是说批评二爷 就是你作为一个独暴僵尸 你不拿报纸就算了 怎么头还变成了一个钻石 你仿佛只有什么大病 那么现在 我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二爷的表现吧 普通二爷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啊 被我们的赖皮土豆的轻松炸死 而钻石二爷目前还没有出现 呃 大大大大哥 你又是什么情况 哎 大家替我做撞 我根本就没拿到他的报纸 这个BGM的时候根本就没拿报纸好吧 去你呀的 碰死我是吧 接下来呢 我还碰到了六个二爷同时出场 谢谢你二爷 让我知道什么叫不公平经济 而在最后一波的时候 虽然石头二爷出来了 他看起来好像和普通的二爷也没什么不同 但是在走到第二行的时候 我们突然又倒着跑了回去 这是什么行为一说 总之呢 还是犹惊无险的打过了这关 获得了阳光鼓 哎对了 这里忘了给大家介绍之前的那个小喷鼓了 小喷鼓的攻击力还是不怎么高 但是血量是真的肉 对付这些个路障什么的 轻轻松松 这波啊 这波是大加强 而就是这边呢 死亚也是不甘示弱 出现了 恶骂玩意儿 哎哎 之前出那个传送门就够离谱了 你这还来个传送门Pro Max是吧 火这速度 来 给他来个剧毒武装带车两口 我死呢 就这还想打鱼我 下次多找点人好吧 哎 挺没劲的 这网有意思吗 还直接踩扁植物是吧 是阳光鼓不合你口味了吗 浪费粮食可吃 你知道吗 哎你又要去哪 要进屋就抓紧劲 别闯了闯去看着野凡 啊 死得好呀 大家开心了吧 这可是他自己踩小推车上去的啊 这叫什么 这叫恶人终有恶报 人在做 天在看 啊 哎呦 蜗牛你怎么又来偷家 你是真的baby 我他妈 那么进入了一次车戏 两次车戏 我靠 我好像知道这个钻石也是干嘛用的了 他他们完全不怕子弹 可以脱了我们所有的子弹 然后跑路 帮助其他僵士刀肉盾的啊 你这破僵士格局还挺宽广啊 对呀 反正就是又实习了好多好多次 我们最终呢 是用双发寒冰组合干脆的僵士们 幸好获得了大喷咕 和墓碑吞噬者 而这个墓碑吞噬者都很牛了 他在吃墓碑的时候 可以召唤一个几方的蜗牛僵士出来 哎呦呦 还有这种好事啊 直接互相baby是吧 哎太强了 哎有没有机会让他和对面的蜗牛碰一碰啊 来 呃 这没墓碑怎么召唤蜗牛啊 哎哎 哥哥哥哥慢点吃 哥 哎呦 哎呦 哎干嘛呀这下 所有的带挑呢 再来 这次对面来的是铁筒蜗牛加一对狗腿子 而我方虽然只是一个陆场蜗牛 但身后却有寒冰兽特种没帮他减速敌人 来吧 看看现在是谁比较强 啊 我们这边是优势 来给我醒呐 就这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观众要说了 话说你既然那么强 那你肯定打过这关了吧 等一下重开一局啊 那么这局开局二爷加蜗牛 多么美妙的开局 我直接重开好吧 哎 嗨 大个鸡 别当过了哦 比更下期 哎 这不是还是打过了吗 大图鉴啊 让我看看 啊 啊 啊我卡死了 啊 不是 哎我好不容易 这这这这这把我游戏卡没了是吧 啊 你 这这嘛 啊 啊 啊